我们继续在北京来为您关注金华尘埃的最新消息 在今天下午的3点30分 金华尘埃的第一波炎鸭亭就要来展开了 那首波的被告呢 当然就是维京集团主席沈庆金了 只是呢 他在今天早上9点半呢 就已经搭着球车来抵达台北地院 那我们透过画面中可以看到 沈庆金今天呢 一样是坐轮椅 而且呢 右腿上还绑着倒尿管 显示呢 他的身体状况真的是每况愈下 所以说现在大家也非常好奇 沈庆金到底有没有办法来撑过 今天一整天这样子的一个情期呢 因为大家可能会有点好奇 在下午就像我们刚刚提到 3点30分才要来召开炎鸭亭 不过呢 沈庆金在早上9点半左右 就已经抵达了台北地院 为什么要这么早来呢 其实呢 是因为他们的律师在先前就向法院来申请 要在早上的时候来进行律见 以及相关的一些作业 因为我们都知道呢 其实在金华尘案中呢 也发生非常多次召开炎鸭亭 这样的一个事情 不管接压亭还是炎鸭亭都好 那其实呢 在这个停上的时候呢 这个时间是会耗费非常长 而且呢 也势必都是一场激烈的法律攻防 所以说呢 他的律师团也必须要在今天早上呢 来先一步做出阅见和讨论案情 这样的一个相关动作 那刚刚呢 其实我们也有带到 就是在这个 他委任律师胡渊龙呢 是有离开北检 那现在呢 应该是中场休息 下午呢 会不会继续进行律见 或者是说一些相对应的 一些案情的讨论 我们都会持续的来为您做关注 其实说大家可能会非常好奇 沈浸金现在的身体状况 到底有没有办法撑过 这整个一整天的一个过程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其实在这个 严压亭也好 鸡压亭也好 通常呢 都会长达1.5到2个小时 所以意思就是说呢 沈浸金今天可能一整天 都得待在北院 那究竟他今天 有没有办法 身体状况 有没有办法复合在庭上 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也或者是说 今天的鸡压 严压亭过后呢 沈浸金到底是继续鸡压 还是有可能会因此来获得交保 我们都会在北柬 继续来为您做关注 以上最新的主播 感谢观看